大家好 今天來拍一個 側拍中的側拍花絮 今天是集群女孩要來拍第一支MV的時候 現在大部分的成員都已經到了 我們在等老師 這邊資深在拍開場 到時候主頻道 就是集群女孩主頻道會有一支影片 然後呢 其實這邊是圓山的 那個叫什麼 舊兒童樂園 但是這地方說實在我真的沒有來過 身為住在新北市台北縣 住了三十幾年的 老輝啊 也不是說老輝啊 中年的 賣相中年的 其實對這一塊呢 真的是完全不熟悉 因為我從來沒有來過和同樂園 然後 記住現在這邊就是有 牛媽在拍照 然後 有 一個 這個是剩下來的摩天輪 但是這個大小其實對小朋友來講 好像已經非常大一個人 那現在這個的話應該是不能進去 就是把它留下來給大家當一個景觀這樣 然後等一下MV的話 應該就是會在這邊做一個取景 但我覺得其實這個規模 如果說以 二三四年前來看的話 應該算是還蠻不錯的 尤其以小朋友來看 雖然說沒有到很高 以這樣子目測差不多 三四成都高吧 這樣子看起來其實我覺得 小朋友就OK了 然後 來帶大家看一下好了 它這個旁邊是已經有圍起來了啦 它這邊有寫 設施停用 請勿進入 圍者將依法辦理 我們不會進去好不好 就在旁邊拍一下 然後其實它這個 哇 現在風其實在吹 很晃的感覺 然後下面有一些 這個應該是燈條還什麼的 已經掉下來了 整個可以看得出一些斑駁的痕跡啦 真的 這門還有用鐵鏈把它鎖起來 應該是 很怕有人走進去吧 那這個的話我覺得 如果來了真的 也是不要靠太近 因為它 這個設施其實有點大 非常大 所以會比較危險一點 這邊都有很多貼公告的地方 就是不能夠進入 如果進入的話 是會被 被罰錢吧 應該是會 這個真的很大 而且它這個車箱怎麼幾座啊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nine 十一十二十三 四四四五 十五還是六個 其實以前來講 這規模應該算是還蠻大的 然後後面呢 還有一個 我來走去看一下 他們現在已經在準備了 連壞掉女孩其實都在準備了 給各位看一下 好 這邊 這邊 壞掉女孩 然後跟集齊少女 集齊女孩 都在做一個準備 然後 再來是後面 因為我今天比較閒一點 算是來這邊就拍一個側拍花絮 然後順便看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 然後我自己也有帶了我的相機來 因為我自己的電玩的影片 有一支想跟大家聊聊天的 想說可以順便畫個場景 可以跟大家聊聊看 這邊感覺不錯 只不過風很大 所以頭髮應該亂七八糟 女生們女孩們 她們的頭髮也是亂七八糟 好真的很辛苦 其實女生 頭髮流長 這裡比較辛苦 然後風比較大 所以這支影片可能 噪音會比較多一點 風切色會多一點 接著 來看前面這裡 好像整個舊的兒童樂園 就是剩下這兩個設施 然後它還有一個溜滑梯 不過說是溜滑梯 但我完全看不出來是溜滑梯的感覺 然後這邊還是有人會騎腳踏車啊 六口之類的啊都會進來 但是風聲應該真的很大才對 因為實在是 風好大 今天風超大 但是天氣真的非常好 天氣超好的 那這邊有一個是旋轉木馬 噢這個其實 也是有一個時代的感覺啦 那我其實除了舊的和紅的也沒來過 新的其實我也沒有進去過 這邊有寫 好 我們剛才其實有搞錯片 因為它現在這邊嘛 是水門路口 那這邊其實有一個停車場 這邊有一整排可以停車的地方 然後呢原本我們停在這停車場裡面 想說會不會是旁邊這一個 可是因為它現在寫什麼公園對不對 那我就想說好像不是在這邊 而且導航導那個地址啊 是把它導到差不多這邊的位置來 所以呢我們就有把車 移出來 往前開 然後呢走過來前面這 後來才發現啊 不是在這 是在這個靠隨便的地方 靠旁邊 在這邊進來的地方 然後目前為止 我在的位置是旋轉木馬這邊 那後面這裡真相管 真相管 應該在後面這裡吧 可是看不太出來的 看不太出來 真的看不太出來 這邊的話幾乎都沒了 所以就是剩五天輪跟旋轉木馬 那應該假日還是會有人來遛狗 遛小孩啦 旋轉木馬 哇真的 很有時代的感覺了 而且這個旋轉木馬是走一種 皇宮型的那種 福利堂的感覺 看起來特別漂亮 因為有一些 現在有一些比較小型的旋轉木馬 其實都做得比較陽春一點 主要就是能做得能拍照的 就好 它這個你仔細看它上面 它這個最上面的地方 其實都還有一些彩繪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而且其實它的連中間這柱子啊 也都有做很多 這個叫什麼 浮起來這種 然後繪畫 質感非常好 然後一樣 這邊就是 設施停用 進入進入 為者一把辦理 然後這個 是為它打燈嗎 看起來好像是 所以晚上 也許這個也是有把燈 會 就亮亮的感覺 然後這邊還有 是咖啡杯嗎 選擇咖啡杯的感覺 其實很酷耶 真的很酷 超酷的 我自己是 從小就在台北線 現在的新北市出生的 但是從來沒來過這邊 算是還蠻特別的 因為他們剛才在討論 就說 有一些是 可能台中駕上來的 他們就不知道這裡的設施 也沒有來過 那我呢 是台北人 但是呢 卻也沒有來過 這個真的 那裡有一隻紅色的馬耶 有點像 馬中刺兔的感覺 刺兔馬 其實整組設施 我覺得 保存起來還算蠻完善的 還算蠻新的 只是說可以看到一點 碎月的痕跡 但這種東西 其實 它如果擦一擦的話 應該都還是會恢復一點 光彩 只不過 因為這個設施實在太舊了 所以 它可能會有安全性的問題 欸 我發現到那個上面的欄杆 好像很多都被拆掉 這邊 很多都被拆掉了 那不知道為什麼要被拆掉 而且被拆的那個數量 好像還不少 好 走回去看一下 他們的狀況 目前為止 他們好像還在練 還沒有開始的樣子 那因為這個MV啦 其實 一支MV的祖傳 就是要重複的拍很多次 他們會在很多場景 然後拍一次 然後再拍一次 再拍一次 然後各種不同角度 也會各有一些影片 那拍完之後呢 再透過剪接的方式 讓它穿成一首歌 所以實際上大家可能看到是 呃 可能三分鐘 以內的影片 那實際上 那個拍攝的過程喔 可能是非常漫長的 半小時 一小時 可能不止 可能再更久一點 因為他們可能需要跳很多次 那每次要跳的時候 可能都需要幫自己的那個 妝啊 頭髮啊 稍微再整理一下這樣 所以會蠻辛苦的 而且在剪輯的時候呢 也會蠻辛苦的 所以呢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啊 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哪隻影片 喔 應該是會跳得非常不錯才對 現在這樣看來好像還沒有開始拍 因為他們都還在旁邊 然後有些人已經開始玩起球來了 欸 這是怎麼一回事 哇 這個有小朋友就是很熱鬧 但是妹妹在家沒有來 好像應該帶她來的 因為帶她來的話 好像可以跟這些小朋友一起玩一下 因為大家都是有帶小朋友的 好 目前為止看這邊 好像還沒還在討論 好啦 那今天這個 MV的部分呢 到時候就去看GG女孩的頻道吧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了 側拍中的側拍花絮 掰掰